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子他应该是虚幻如故的 虚幻的 孔明的 他应该献起 以被这种浪漫中下 初心一定是飘扬起来的 这大形式一定是像人一样的飘起来的 这个距离有明性以上的过程当中 身体一定是清洁的 胡维珍他在做的那些人线 不穷尽形式 就是不精进计较于形式 而追求意义的表达 追求一种 这种氛围 气线 感觉 感情 这个 那这个艺术的感染力是很浅的 表现的是灵魂 秦湘子是一个载体的爱情 2013年冬天 雕塑家吴维珊应台湾清华大学的邀约 为杨振宁先生创作人物雕塑 这是他第二次为杨老塑像 这天 九十二岁的杨振宁兴 兴致勃勃 亲临现场 杜佛有一个诗 讲这个马 最后一句是 真看脱死身 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的生命的固托给你 你要能把这句话给雕塑出来 好好好 好好好 擅长人物雕塑的吴维珊 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善于为不同的人物相面 捕捉人物表情 把握人物神采 体会人物内心世界 是他的独到之处 时隔十二年之后 当吴维珊第二次 为杨振宁先生塑像的时候 他敏锐地发现了杨老的变化 他在八十 八十岁的时候 我在给他塑像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呢 还打上很多的 他的修科的痕迹 那个科学家的理性 他拿着自己的招聘 对着那个雕像 在看哪个地方像 和哪个地方不像 杨先生 杨先生现在更加的取一种平淡 他的风格更加崭新出来 他们那种作为人文的东西 跟他临行随后那种科学的东西 这两载之间 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可见杨先生 九十多岁的人生纪念 和八十多岁的人生纪念 是不同的 在于他的暴容 他已经不在举例于客观世界里面 那么我对他的了解 也就是基于这一点 所以做出不同的一样的那些人 从事雕塑艺术二十多年来 五十一岁的吴维山 已经创作了五百多尊 古往今来的杰出人物雕像 作品遍布海内外 在他看来 为一个人塑像 首先要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才能创作出神行兼备的作品 有他自己的风格 就有点像中国画 中国的历史的 狗画的特点 中国人物的性格 等等这些 他感觉他很有味道 很有情趣 情调趣味 这个他感觉 这个情调趣味 他就是通过雕塑的语言 通过泥土 石头 大理石 陶 他通过守着创作 守着制作 所形成的这种美感 这都是会产生感情 产生趣味 我想有一个叫 遗暴取神 而这种神文 是你始终要把握的一个主线 这里面谜语之间 他的嘴唇字 还有他的眼神 还有他随着这样的表情 他的变化 他跟旅行世界是温泉词 融为一体的 这是中国苏北一个古香古色的小镇 1962年 吴威山出生在这里的一户书乡门地 他的伯祖父高二世 是二十世纪杰出的学者书法家 来自家族的熏陶 让吴威山从小就对艺术有着一呼常人的感悟能力 海肉之家 不是吧 家里家里住 从祖长到我们 就是都是 都是 我最后叫他 夏生寺 他在夏生寺 我叫他 就是迷你 要在我面前 要避受古史 古史 我们家当时我印象当中 他那个肥烧的那些小笛子 都是那个明清师父的一些刺器 我最我最喜欢的就是上面那些画的那些美女 那些山水 一间非常高 古代的那些美女 古代的那些小笛 影桃小笛的动作 那个穿一种服装 实际上这种 是我过去的一种情绩 这种情绩的归子不去 这些幼年时期的国学童子工 对吴威山走上艺术之路 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他对人物敏锐的捕捉能力 也是在那个时候练就的 小时候我喜欢到公共场所 去画那些人物的缩写 也会画得非常像 也没学过 他看到一个农村里 一个老老门 他就去他那儿 画的全体画 就是人物寿苗 他就是成本中 成本的时候 他都要有这个本质 他看到农民有了 要么他都帮我玩 那么我就是去画这些农民 画那些本船的那些乘客 然后一画画得非常像 拿回去以后 人家都能认识 这种成就感是很大的 正当年少的吴维山 做着自己画家梦的时候 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命运多船 求学路上屡受重挫 屡战屡败 吴维山如何从人生低谷 登上世界雕塑之巅 雕塑大家 吴维山 2013年冬天 吴维山应邀参加国家博物馆的一个主题展 塑造一顿毛泽东雕塑 这是他从事雕塑艺术20多年来 第一次属毛主席乡 毛主席更是一个大的文化人和诗人 这种旗帜 因为毛主席的诗 我是非常喜欢 我觉得他这种生产那种伟大的诗人旗帜 他跟一般诗人还不一样 毛主席生产 他的个性和工性已经比偶像所取代 今天我们也重新来发现毛主席身上的个性 他的诗人气质和那种朴素的人民情怀 他跟一般人笑不一样 他那个笑的里面 他这个谜语之间还有一种圣诚力 一种文人的那种 背景迷人的一种情怀 所以他那个笑特别有魅力 我六十年代出生 从小看到的最多的就是毛主席乡 因为文化革命时期啊 大街小乡都是毛主席乡 因为它已经变成五乡 1969年 吴卫山跟随父母下放农村 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 1977年 当他第一次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 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78年科学大飞走 当时去了陈景润啊等等一大批这个科学家 我的一个班主任在班会上面就讲 他说我们有的同学画画 我还是希望呢 就是要学好树里画 画画是画不出四个现代画的 这一年放弃了艺术梦想的吴卫山 参加了理工科的高考 却以一分之差落榜 但他没有放弃继续复习 并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 结果戏剧性的一幕发生 这一年他再次以一分之差被拒织于大学门外 考不上以后呢就肯定就是 就是我这方面啊 可能再考我也不愿意学 因为什么呢 这里面学不到这种幸福感 不喜欢 不喜欢这个树里画 学不下去了 就在吴卫山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的时候 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不期而至 招办了一个通知 说你呢 这个有这个绘画的专长在这个表格上 听呢 现在就把我们的宝卫系工业美校 啊这个去播书 是学习这个离书 这是17岁的吴卫山 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故乡 从贫穷的苏北小镇来到富饶的苏南 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 只有二百平方米的学校虽然很简陋 但每天沉浸在艺术的学习氛围里 让吴卫山感到了久违的幸福 更令他意外的是 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高人 他是一个民间的艺人 他是名字叫高标 这个老习人呢 解放起行的时候 比蒋介石勤固去做个雕像 对着他的面做个雕像 所以他解放之后呢 他的生活情况就不很好 他就住在我们学校那个老街上的 一个边上的一个小房子里面 他是绝对的高手 他能把泥巴做出生命可能 你泥巴呢 在他手下的绝对不是泥巴 就像自由生命的肉体一样的 就滚动 泥巴有一种自愿感 有一种母性 有一种生命性 这双将泥巴做出生命的手 无形中点燃了吴卫山的梦想 这是一种源自民间 源自中国传统的力量 他为吴卫山日后的艺术创作 确定了方向 1982年 从继校毕业的吴卫山满怀信心 参加了艺术类高考 这是他的第三次高考 很幸运 他被南京艺术学院 和南京师范大学艺术专业同时录取 吴家出了大学生 这个喜讯很快传遍了整个家乡的小镇 我去了以后 先和被这两所学校退学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上了吴卫这个学校 他必须要工作满两年 当时有规定 结果被退学回家以后 人家说是翻了很多处 被开除了 出去就有人问 你不是上大学 对吗 你要解释很长时间 人家也不听我的解释 也觉得你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人 你还穿 你头还穿过去 不 你还是穿 你还是穿 就这样 这个地方的孤度很重要 一般你的 来说你们做的 往往就是这样切过去 就不知道怎么孤度法 看到啊 这是骨头的部分 人下来 脊肉挡下来 这地方有粉 这个仙剂部分很重要 这个地方的仙剂弄不好 特别是下巴部分 有很多人下巴部分 他就不认为人家做 下手又很 啪 这种心体一块 有时候一块上去 就把它搞定 啪 这个力量感觉 你要给予这个脊肉的了解 你看 这一块上去就很狠 每个月 吴威山都会回到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给博士生上课 而他还清楚的记得 自己真正进入大学学习 是距离他第一次高考五年之后 经历了四次高考 吴威山终于如愿以偿 进入南京师大美术系学习 他的艺术梦想终于插上了翅膀 他是中国极富盛名的国画大师 他被世界舆论称为东方的立家所 一席长山 一支画笔 一生漂泊 百年巨匠系列之张大千 这尊临散之塑像 是吴威山第一件为公众所知的雕塑作品 创作于1992年 那一年著名书法家 林散之纪念馆落成 需要一尊林散之雕像 很多雕塑家跃跃欲试 吴威山也不例外 那一年他刚刚30岁 他一旦 比如说因为做雕塑有了稿费 他就拿着这个稿费 就到南京有个夫子庙 夫子庙有很多文物商店 他就会去换 林散之的书法回来 挂在墙上 就能够欣赏一个晚上就看 做林散之的纪念馆 也有人做 他就非常认真 当时他做了三个稿 竟然就是 没用老雕塑家的这个稿 人选中了他的稿 开馆那一天 许许多个人去看 说这个像做得非常穿着 非常像 这个丢个字很大的功 林散之雕塑的成功 让年轻的吴威山声名雀起 各种创作邀约 纷至踏来 那个时候呢 上一雕塑兴起 就神灵带虫 到处都做一个浪花 一个琴 或者是一个托其明天的太阳 但是呢 我觉得呢 这些很多当中 都是应景之作 没有深度 那我找到一个 有深度的奇才 来驾驭塑造的话 不是事物的作品 一下子就进入到 一个文化的成名 他一直有一个文化 一个自觉或者叫使命感 因为他的出生的家庭 是一个文化史家 应该是血液里的一些文化的情节也好 情感也好 促使了他 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西方人 他们创作的这个伟大的形象 比如说大卫 英雄主义 力量的 男性的 他们创作的伟大是 女性的 威美的 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让全世界都知道 但是我也要创作 中国人 立在世界上 让全世界都知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吴威山都沉浸在历史文化名人雕塑的创作中 形态各异的百味历史文化名人 在他的指尖下产生 这些别具风采的形象 在美术界和社会上 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要在黄土中 炼造中国人的生命 以雕塑 写旧文化史章 吴威山 他一定是根据他自己的体会 来做这些雕塑 包括黄明洪 齐白师 他没见过 他这个他都是有自己的想象 这个想象中 他对齐白师作品的理解 对吴唐书作品的理解 对黄明洪作品的理解 任何他加以自己发挥 他自己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自己特色 用随意雕塑来说呢 还是挺合适的 随意雕塑就是把中国的哲学思想 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这个造型的 这种意识方式 特别是在书画 绘画当中的这种写意性 它与西方的写色是不同的体系 如何展示出来 因为做名人雕塑 吴维山在雕塑界声名大振 与此同时 另外一种声音也出现了 很多人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 都以为他是借做名人来炒作 特别是早期 就是说这个人就是靠做名人出名 但是呢 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情 你不要让他在早晨你才做的时候 就让人家肯定 也不要在中午的时候 让人家肯定你 也不要让晚上肯定你 你要进过无数步 找中午完 热热热热热 住了以后 最后了解到 你的旅行世界 和你的真正的罪情所在 这个时候的成人 比少 来得早的成人 要更有价值 这个标记性的雕塑呢 叫《家破人王》 就是以母亲 包括死去的孩子 为这个主题来创作 在塑造它的时候呢 把它塑成了一座山 就是祖国河山的象征 破碎的河山 那么它抱着死去的孩子 你想 所有的母亲 她最痛苦的 应当初是 她抱着她死去的孩子的时候 那种悲伤的心情 她的雕塑 也是写艺性的雕塑 你看包括南京大屠杀 那些雕塑 做的那么多形象 尤其是一个妇女 抱着孩子 屠杀 表演的这种形象 是写色的雕塑 但是含有很大的写艺性 追求一种氛围 细腺 感觉 感情 那这个艺术的感染力 是很强的 2001年 雕塑家吴威山 终于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她获得了国际雕塑界的殊荣 潘格林奖 那一年 她刚刚41岁 时隔9年 吴威山 又凭借作品 老子 天人合一 获得了 具有120年历史的 法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 2012卢浮宫国际美术展 唯一的雕塑类金奖 一个老子 一个睡童 这两个都在世界上好讲 也就是中国最老的老人 和中国最小的孩子 他们都能在世界上好讲 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民族 从老到少 都充满了一种想象 都充满了一种浪败 这两件作品 它代表了这个民族的历史 也代表了这个民族的智慧 也代表了这个民族的成长 正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和西方标塑艺术的传统 吴威山的作品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继2006年大型个展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之后 他又不断的在日本 韩国荷兰巡展 2012年 他的作品又在联合国总部 意大利国家博物馆 英国皇家美术院巡展 人们通过雕塑 更多的了解了当代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观 及艺术创造 1999年 荷兰女王访问中国 当他看到吴威山的作品时 说了这样一句话 吴先生所诉的人物 是从中国五千年文化中走出来的 也许这就是对吴威山最恰当的评价